歡迎收看全球老天室 我是Gino王顯瑜 富可敵國這句成語 他當然是個誇事嘛 就跟成語落雁 或者白髮三千丈 每兩樣 但殊不知 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人 富可敵國 他的身價 還有他創造的商機 碾壓了全世界 無數個經濟體 而且這個人 他既不是半導體大廠的老闆 或什麼投資銀行總裁 他是一位歌手 他的名字你可能有聽過 Taylor Swift 泰勒斯 泰勒斯14歲 就用自己寫的歌 Love Story出道 一開始他是country music 他是鄉村音樂的代言人 不過隨著時間的演進 他的歌路 他的曲風都變得越來越廣 現在他的歌曲 除了鄉村 還加入了搖滾 電子跟獨立音樂的元素 真的是各路通吃 現年33歲 才33歲而已以後的泰勒斯 他已經獲得了29座的 Billboard告示牌音樂獎 是有史以來得這個獎最多的女歌手 現在甚至還有人創造出一個新名詞 叫做泰勒斯經濟 Swiftonomics 他正在舉辦的全球巡迴演唱會 The Aeros Tour 撼動了經濟市場 為什麼講撼動 怎麼一回事 我們一起來看 4 3 2 1 抓住觀眾眼球的舞台魅力 還有與生俱來的創作才華 美國流行音樂天后泰勒斯 年僅33歲 就創下許多驚人紀錄 音樂人最嚮往的葛萊梅獎 她已經拿下12座 告示牌音樂最熱門前百名 她也破歷史紀錄 曾經一個人把前十名通通包辦 而泰勒斯今年8月啟動的全球巡演 將要跑四大洲 演唱會門票一票難收 我已經坐在這裡 三個小時 試著要簽訂 我不知道多少時間要進行 9時59時 是3時41時 我還在桌子上 5時19時 你猜得了 還在桌子上 美國售票網一開放預售票登記 就有35億人排隊搶位 讓網站一度癱瘓 日常市場價格也喊到一張票 四萬五千美元 相當於新台幣140萬元 聽一場演唱會可能就要花光 年輕人必勝積蓄 泰勒斯這次巡迴演唱會 亞洲唯一的新加波場 只要是大華銀行的卡友 就能優先購票 消息一出 大華銀行當週信用卡申請量 就暴增45% 簽賞金融卡申請 更增加將近130% 康勒斯讓原本不花錢的人都瞬間大方了起來 甚至打地鋪 夜宿街頭搶票 說什麼也要一堵偶像風采 當然不是每個座位都充滿 每個酒店都不能進去 每個酒店都只能購入800元 每個夜店都只能購入800元 在推特發文 希望泰勒斯可以到加拿大辦演唱會 因為泰勒斯所到之處 經濟效益可以比擬奧運規模 在美國有一個研究 顯示市場價值 會增加50% 當SWIFT在城市 不只是美國 明年2月泰勒斯選演到澳洲 讓墨爾本希爾頓飯店 訂房率成長了94倍 需求遠大於供給 市場法則就是會推升價格 泰勒斯這次時代選演還沒開唱 已經賺近10億美元 立向史上最大規模演唱會的里程碑 一項統計發現 有過半的美國成人 都自認為是泰勒斯的粉絲 這位年輕女歌手能同持廣大族群 是因為她的音樂風格型態多元 而且又以疼粉絲聞名 常和歌迷親切互動 面對曾經對她極其毒蛇的人 她也能充滿智慧回應 在過去幾個月的媒體 都已經有很好的解釋 我真的被人感冒了 她将被人感冒了 她是一个人的狱子 她是很棒的 我爱了 她选择过去世界 集团人 然后她能够一人 但她是这么咧 她就会离开 然后她会一个人 然后她被人的蝕 她们放在她宫 然后她们在她的宫 所有不愉快经历 泰勒斯拿起吉他写成歌曲回击 完美演示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没杀死你的将使你更茁壮 还有当然在疫情之后 演唱会就卷土重来 甚至加倍奉还 乐迷们跟粉丝们把门票通通买爆 泰勒斯甚至还创造了明星通膨 相较之下在电影市场的那一边 就是完全不同的光景了 美国编剧工会还有演员工会 相继大罢工 就连大咖明星也加入声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新闻 因为这是43年来 美国演员第一次罢工 更是63年来第一次 好莱坞的编剧和演员 两组人同时说好不干了 这些拒绝工作的好莱坞继承员工 他们跟Disney还有环球 Sony还有派拉萌这些 老牌的电影公司 以及科技巨头Netflix跟Amazon 还有苹果这些影音串流平台 杠上了杠什么呢 他们要求要规范 业界要规范AI人工智慧的应用 以及要改善串流平台的分红机制 那所以我们知道其实 照理说每年夏天每年暑假 都是好莱坞大片热门的档期 到处有首音会 到处有握手会 有记者会 有签名会 但现在为了声援罢工 所以电影跟戏剧的演员们 都没有办法出宣传活动了 就连不可能的任务的Tom Cruise 就是他原定的日本刑 也因此喊咖 这就是Tom喜欢做的事情 他现在把我脱离了 他只能做成这样的团队 和像Tom的演员 奔跑 飞车 冲崖 跳伞 摔火车 好莱坞巨星Tom克鲁斯 主演的经典动作冒险系列电影 来到第七部 27年光阴 从34岁拍到61岁 为了满足观众 阿汤哥坚持亲力亲为 不用替身 尽尽所能 挑战各种不可能的任务 不停挑战特机的阿汤哥 还肩负着拯救好莱坞票房的任务 除了盲于宣传自家芯片 他公开推荐了闪电侠 甚至和导演麦奎里 一起去看了 印第安娜琼斯之命运中盘 巴比和奥本海默 并在Instagram和推特 亮出电影票推荐 阿汤哥用心良苦 帮不同公司的电影按赞 希望观众能多进电影院 实际支持产业发展 我来到你 好的 口碑和票房是市场成功指标 以制作成本2亿美元的电影为例 扣除宣传等发行成本 以及海外戏院封红等 票房要卖到5亿美元 才能算得上开始赚钱 2022年疫情还很严重时 共有8部票房铺5亿美元记录 今年已经过一半 票房超过5亿美元 却只有5部 你必须要处理解决 要处理解决 在福伯票房失利后 阿堂哥成了好莱坞的希望 1996年推出以来 六部不可能的任务 总票房超过35.7亿美元 最新一部致命清算第一张 首周票房超过8000万美元 却稍稍低于市场预期 显然好莱坞还没有从疫情复苏过来 上下的洛杉矶 上下的洛杉矶街头 不论是迪士尼 华纳兄弟 派拉蒙的片场外 或是串流平台龙头netflix总部外 都可以看到大批人高举着标语 要争取更好的待遇 要求串流平台分红 还有要求片商保证 不可以用AI取代远远的工作 我们是在这里的犯罪 我们是被犯罪 被犯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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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时间 当制片和演员编剧各执一词 阿汤哥还曾加入斡旋 在谈牌会议上敦促制片公司 聆听工会诉求 即使自己的芯片主要宣传工作已完成 却向演员工会争取 让会员在罢工期间参与宣传活动 想要拯救尚未复苏的电影业 工作室看这些谈论 在商业的未来的谈论 因为在职业的谈论 有关于商业模式的谈论 在谈论的谈论 在谈论的谈论 而且在谈论 工会与自动智能的谈论 上一次好萊塢大罷工持續了三個月 就像許多勞資談判一樣 勝負取決於誰能撐到最後 目前看起來 編劇和演員工會聯手實力堅強 但製片方口袋有大把籌碼 可以打持久戰 更煎熬的恐怕是等待續集的 全球觀眾 阿湯哥要拯救電影票房 那面對全球高漲的房價 誰來救救市井小民 於水深火熱之中呢 下輪節目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各國政府打草房這個不可能的任務 回到全球老天市 1953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 實施耕者有其田這個土地改革政策 1960年代 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 他則是喊出了住者有其屋 那從此以後公有土地的比例 就迅速的擴張政府大量新建 組屋並且推出了一系列的住宅措施 如今其實超過八成的新加坡人 他們都住在公共社宅裡面 對新加坡新年來講 買房其實真的不是什麼遙不可期的夢 這是因為之前這裡有穩定的供需 以及房市價格 但COVID它一來打亂了新加坡的不動產市場 各國投資客都看好當地出租房屋的投資報酬率 所以帶著大把的鈔票來這裡收購房產 新加坡的房價也就因此攀升了 於是新加坡政府在今年4月26號的晚上 突然宣布調高房地產稅 要讓這些外來投資客可以有所警惕 那新加坡它的額外硬花稅的變動是這樣子 新加坡公民還有永久居民的話 第一間房產稅率都很OK 不變 就是為了保障他們至少有一個落腳處 有一個住的權益 不過到了第二間以上 就有3%到5%的漲幅 然後再接下來依據你的身份 還有你持有的戶數就會再課大概2% 30%的稅 而且其實這個部分還算客氣了 因為我們再來看一下外國買家 外籍人士 無論是企業或受托人來講好了 無論你買第一間還是第二間房子 你的額外硬花稅都從原本的30% 調高到60%足足翻了一倍 那企業或信托的部分也是翻倍調整了 35%變65% 這個新稅制強勢上路之後 會對整個新加坡房市帶來怎麼樣的變化 全球聊天室我們帶你來一探究竟 寬敞客廳一路延伸 可以看到廚房還有三間臥室 新加坡組屋 環境好 品質佳 最大地主政府新建100多萬戶這樣的公共組屋 保障國民的居住權益 房市供給量能充足 價格也相對平穩 但這樣的市場機制卻被外國投資客 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香港跟中國人其實很多人在去年比到今年 就是大比的來到新加坡 所以他們也是因為這一波 他們把人跟錢都來了 所以把房市才會炒得那麼熱 新加坡是亞洲金融中心 在政治經濟穩定的憂因之下 吸引許多外國富豪進駐 甚至有高達20幾個國家的投資客 看好新加坡的高租金投報率 紛紛砸錢進場 其中以中國為主 美國次之 印尼 馬來西亞 香港 也都是主要投資來源 新加坡的房價租金比大概30倍左右 它的投報率大概3.3% 我們大概是2.06% 到那邊去 因為你買 買貴了 但你出租 它的租金是台北的兩倍啊 所以覺得還花得來 受到資金挹注與通膨影響 新加坡不動產價格 隨即迎來劇烈漲升 2022年私宅租金比前年同期飆升 34.4% 就連組五漲幅也將近三成 為了抑制失控的房價 當地政府祭出暴利打房 一夕之間調升額外印花稅 尤其針對外國買家稅率提高一倍 要來打擊投資客的買氣 從2022年的話大概有10% 10%的話是外國人 那今年第一季 就是說5月的時候 就是實際數據 我這邊有大概降到3.5% 其實這個政策一出來之後 就有外國人就明顯有下求 對 但對本地人來講 他最主要還是受到整個經濟環境 跟利率啊 還有整個的供需上面去做一個調整 對 所以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嚴厲的打房措施 短期內抑制交易量 渴望為火熱房價降溫 也能避免外國投資客 壓縮本地人的剛性需求 但針對超級富豪 當地房中認為政府殺手劍 仍阻斷不了他們的投資夢 既然鐵血鞭子無法嚇阻豪雜大錢的爺們 新國政府為何還要施以重稅 當然另外有一部分 他們也是希望能夠增加稅收 因為新加坡政府也明白說了 由於他們大幅提高這個 在疫情期間到現在大幅提高 社會福利津貼的關係 所以政府的赤字擴大 因此他們需要增加額外的稅收 來抑制政府的財政赤字 其實新加坡是一個精英主義的社會 它對於兩種草移民是非常歡迎的 一個是經濟移民 一個是高端的技術移民 所以額外印花稅的另外一個作用 也確實是這樣 就是希望你變成新加坡的公民 你把錢跟技術帶到新加坡去 你不要當成是一個在新加坡居住的外國人 因為人跟錢隨時可能會跑 所以你只要規劃成為他們的公民 或者拿到這個居留權的話 你就可以適用當地比較優惠的一個稅率 稅制改革是健全方式的關鍵 新加坡政府雷厲風行 透過稅率差異 變相吸引外資與人才進駐 甚至還能增加稅收填補財務空缺 另一方面棒打投資客 力求房價鬆動 但這田猛藥值得台灣接近嗎 兩地的稅制不一樣 台灣的印花稅 它課徵的比例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台灣如果調高印花稅的話 影響真的不太大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新加坡的外國人買盤的比例比較高 它是用重稅把外國人的投資買盤比例給打退 但是台灣的外國人投資買盤比例 非常非常之低 簡直是九牛之一毛 台灣基本上是一個內資盤 而不是外資盤 所以你去抑制外國人的買盤 對台灣的房地產幫助來想完全不大 各國房市問題與制度大不同 政策作為也不一定適用 但保障國人居住權益 遏制不當投資炒作 是每個國家的共同目標 新加坡政府的積極態度 將是台灣最值得借盡的一環 透過調高額外印花稅來抑制房價 新加坡政府不是第一也不是唯一 韓國就曾經在2018年把屯房稅加重 台灣我們最近也正式拍板了屯房稅2.0的方案 以後你們家名下的房子 就不是各個縣市分開算 而是全國一起算 也就是說 也就是所謂的全國歸戶 換句話說 要是你們家角兔四窟 有四間房子的話 第四間開始就會被課屯房稅 新的措施預計明年上路 然後2025年就開始課稅 預估會影響到全國49萬個屯房大戶 希望可以逼出空污 來增加租金市場的供給量 並且把過熱的房市 給它降溫一點點 那接下來有幾個數字呢 坦白講看了真的會讓人嚇一跳 全球主要城市的租金痛苦指數 印度的夢買 他們的租金痛苦指數高達190 那第二高呢 中國 北京 它的租金痛苦指數大概45 那台灣 台北 平均我們的美平租金是1300多塊錢 那我們的人均GDP是32000多塊 所以算起來我們的痛苦指數 只有12.8 落在19名 所以真的想不到 台灣我們比上不足 比下竟然有餘這麼這麼的多 而在囤房稅2.0上路之後 是不是真的可以進一步改善現況 還有韓國它在調漲稅率之後 他們的房價有沒有獲得緩減呢 我們現在一起來看 移動棟住宅 租落於南韓首爾冠越區 這裡因為靠近學校 離市中心有段距離 環境輕殴 租金價格也不貴 是足足的首選 我們月租的話 加上貸款的利息跟管理費 差不多是70萬韓幣 等於一個月差不多1萬多塊 1萬6 1萬7左右 南韓的高房價聞名全球 連帶租屋市場也不便宜 2018年政府開增囤房稅 技術中選 抑制價格 卻反倒讓租金暴漲 我那個時候來 我可能可以拿最基本的500萬 50萬 500萬的保證金加50萬的月租 我可能可以在一些 可能比較不是那麼高中便利的地方 但還是可以找到不錯的房子 但是現在的情況已經有點變成是 你要拿保證金500萬韓幣 去找一個房子 其實真的蠻難的 基本上現在都要上到1000萬左右 暴力課稅帶來反效果 租金轉嫁苦了無殼蝸牛 直到2021年韓國啟動升息 首爾房市才開始崩塌 價格下滑超過25% 不跌神話終於破滅 如今台灣囤房稅2.0即將上路 外界就怕重蹈韓國的覆轍 在房子住滿的狀況底下 你再給他課很重的稅等等的 他其實並不會去幫助到 整個房市的健全 對 那這個就跟台灣的狀況 是很不一樣的 台灣有非常大量的空屋 而且不是那種 大家說的什麼偏鄉老宅的 這種空屋 其實市區的適合住的 甚至是新房子的空屋 都非常非常的多 相較韓國首爾 空屋率只有2% 市場供給不足 在台灣像這樣的代售房子 或是平均用電低於60度 被界定為空屋的還真不少 根據內政部去年下半年數據 全台低度使用的 住宅有79.5萬戶 空屋率最嚴重前三名 金門 宜蘭 台東 全都突破13% 最低的縣市則為台北 新北與新竹市 但人比國外的自然空屋率 3%到5% 還要高出不少 為了逼出閒置空屋 釋放到租屋市場 政府推出囤房稅2.0 提高多屋租客稅比重 針對房東則給予 相對優惠稅率 棒子蘿蔔 雙管齊下 政策究竟有沒有用 這些多屋家戶 他們是不是還是寧願租屋黑市 然後把這個稅轉價呢 以財政部親愛的這個版本來說 是有可能的 因為它只是從3.6到4.8 你一年多7200 你把它分攤到成12個月 你每個月其實只要漲 房客1000塊 你就賺回來了嘛 台灣持有稅偏低 調高屋房稅也是蚊子釘 不痛不癢 加上租屋黑市問題嚴重 成本恐怕會直接轉價給房客 專家建議設立中央專法 與現有房屋稅完全脫鉤 拉高稅率重整稅積 收到的專款還能 依註在社會住宅 或是採用法國累進課稅的方式 讓屯房者的荷包痛到見骨 大氣力道才夠大 他第一年好像是先課你租金 當年租金的15% 隔年30% 然後一路跌上去 只要你繼續空 我的稅就是不斷的加上去 所以他的屯房稅甚至不是說 課了我今年7萬塊的屯房稅 我忍了 不會 你明年會變成14萬 在後年也變成21萬 直到你把它賣出去或出出去為止 這些稅課到的這個錢 就直接進入到我們的住宅基金 當作社會住宅 是一般的專款專用使用 取之於地產 用之於社宅 政府除了要棒打多污族 也強加壓力在建商身上 未來勢必面臨更高的庫存風險 賣不掉的房子得繳更多稅 建商有可能降價求售嗎 今天一個資本而一億的建商 他去操作一個20億的案子 結果這20億案子說 你要賠2億降價賣 他就先破產了 原則上面來講 在他們資本而還負擔得起的情況之下 他會盡量撐 可是萬一真的降價的話 很可能會導致市場上的一段崩跌 因為他們是倒閉跑掉的 可能連金融機構都會牽扯在裡面 讓利求售的賠本生意 兼商恐怕負擔不起 只好加快儲勤速度 盡可能在預售期間玩銷 一旦囤房稅2.0上路 財政部出估可增加26億元稅收 而單一自住和出租減稅者 將有346萬戶受惠 但要達到逼出空污的政策目標 效果恐怕有限 學者建議從公共住宅系統出發 才有望讓房市軟著陸 我們政府願不願意在公共住宅系統大量的投資 這是增加供給最快的一個方法 不只包括社會住宅 因為這個有豬有賣的公共住宅系統 如果說它能夠保持一個很穩定的供應的話 當大家說我買不起房子沒關係 我可以排隊等公共住宅系統的話 這樣子的話對於整個房價的這個不用暴走 或是大家這個年輕人的痛苦感 會有一定的幫助 台灣不動產持有成本幾乎全球最低 政府打炒房想讓稅制發揮效果必須打到痛點 有一個說法是少子化的趨勢會造成房價下跌 不過其實在房價鬆動之前生育率偏低 它已經成為政府頭痛的國安危機了 全球老天市在廣告之後我們馬上回來 好 回到全球老天市 人口老化又遇上少子化 這種蠟燭兩頭燒的狀況 是很多國家正在面臨的國安危機 我們來看一張世界地圖 待會我們看到的顏色越深 就代表生育子女的數量越多 最深的其實主要是非洲國家 他們平均生三個以上 相較之下亞洲國家 過去幾年的生育率就持續的下跌了 菲律賓跟印度生育超過兩個孩子 這在亞洲已經算是自由生了 因為日本 中國 新加坡跟台灣 只有1到1.3個 日本 中國 新加坡 台灣 在南韓他們甚至平均一個婦女 生不到一個孩子 為了力挽狂瀾 各國政府都在絞盡腦汁 大撒鈔票想要刺激生育 日本還準備要砸下兩百五十億美元 南韓更是已經花掉兩千億美元 但是拼生育率拼這麼多年拼到哪裡去了 那個數字就是寫不來0.8 這能看嗎 總不可能警察拿槍去逼兩個人洞房吧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 還有我們的鄰近國家 越來越多人都不想繁殖了呢 來看這則報導 一間間的學校縮邊退廠 沒有哭聲空蕩蕩的產房 還有公園生鏽的遊樂設施 都在暗示即將到來的國安危機 少子女化是世界多國 正迫切解決的問題 人口替代率是一個國家要維持穩定結構 出生與死亡數字要達到的平衡 根據聯合國報告 現在的人口替代率是平均一個婦女 要生育2.1個孩子 然而各國少子女趨勢 讓大部分高度發展國家 在這項成績單上都不及格 美國1.7 日本1.3 台灣跟中國1.2 南韓更低 連1都不到 人口曲線逐步下滑 在未來幾年 各國都會面臨勞動力人口不足 這除了會衝擊國家經濟 也可能造成人們的生活水準下降 然而大家都知道 少子女化的嚴重 可是想生 願意生的人 還是寥寥無幾 國家那個新政策 如果好像鼓勵生三胎也好的話 具體實施起來也並不太容易 因為畢竟養孩子 各方面生活成本還比較高 其實也是很多人包括自己吧 前妻不太願意生小孩的一個原因 因為這幾年學生房價格實在太高了 很多人也喜歡孩子 但是它有一些現實的因素就是也沒有人看孩子 或者是現在戀愛啊 各種組建家庭其實 其實基礎外在因素其實是大於你愛情的本身的 不敢生養不起很多人給的原因都是經濟壓力使然 年輕人現在存的錢都不見得夠自己花用 如果再蹦出一個孩子要養 他們生怕難以負擔 為挽救出生率 台灣推0到6歲國家一起養 日本早從1990年代就開始刺激生育 明年期每年更要編列3兆多日元 投入兒童相關預算 南韓今年則提供每位新生兒 每個月70萬韓元補助 明年更會加碼提高至100萬韓元 國政府發津貼補助 鼓勵國民增產報國 可是卻有另一項理由 在我自己當時就是領育兒津貼的時候 我也會覺得 你以一個市井小民的身份 有錢你領不領 領啊 很辛苦欸 對啊 領啊 那這些錢從哪裡來的 錢從哪裡來 日本從明年開始的每年七八千億台幣預算 靠舉債籌措 然而他們的政府債務總額 已經超過GDP的2.5倍 因此有人擔心 這樣債留子孫的行為 反而會增加勞工負擔 讓他們更加沒有意願生孩子 你給出一個政策的同時 我不敢說他要討好 那我們也相信 就是大家都帶著善意 想要去改變這個社會的 可是你需要有更多更多深入的了解 現在政府端出的催生政策 大多是用錢當作誘因 但長期執行下來 卻發現成效相當有限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要有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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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孩子 但我們也看到 他們並不太能力 我們也看到在其他國家 像德國 都讓孩子的健康更加利益 更加密集 他們更近工作 尤其是女的工作 南韓介於19到34歲 試孕年齡的人中 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 不想生孩子 育兒條件和環境 對照顧者友善與否 是強烈影響年輕人 生與不生的原因 在南韓社會 有很多兒童進入區 連國家圖書館 也禁止16歲以下的 國民進入 父母帶孩子出門 還要處處提防 以免採雷 鼓勵生育的措施 甚至計劃推出 男性如果在30歲前 有三個孩子 就可以不用當兵 但生產和帶孩子的 不是男人 因此被痛批 政府帶頭把女性 當作生育機器 2021年首爾市政府 發布的官方 《準媽媽分娩指南》 還寫道 請準媽媽在零產前 就先準備好充足的飯菜 讓不習慣做飯的丈夫 不會餓肚子 南韓社會各種延期已久的不平等規招 讓年輕女性對結婚生子 聞而生味 零錢 所以我们的社会和社会改变 所以我们的社会和社会改变 所以两个男人和女人 都相对生命的责任 基本上,在中国的育成程中 的育成程中的育成程中 是在公司的费用程中的费用程中 为了解育成程中的生活 这是很重要的 長時間努農民 離婚的生活 非常疲勞的生活 所以結婚之間 所以結婚之間 結婚之間 傳統性別角色分工不平等 加上職場對勞動力的高需求 所以即使公司有育嬰價可以請 但實際上很多人不敢使用 這項基本權利 而既然發錢無法解決 低生育難題 政府必須跳脫框架思考 才有機會挽救這項危機 在中國已經有省份開放 非婚生子女也能登記入戶口 但社會氛圍還是對未婚生子 投以異樣眼光 可見在亞洲社會生育率 確實和結婚率難以脫鉤 還沒準備好組建家庭的年輕人 既然不打算結婚 生孩子可能就也得放掉 但專家提供了折衷方案 很新的方式 新的方式 每一個女的女性都可以提供 新的方式 新的方式 必須考慮 你好 我是32歲的女性 祖素陽 我希望自己的目標 先進入 所以 之後 決定要生育和生育 男性的方式 決定要生育 有些人想生 只是實際未成熟 政府對未婚女性 提供動暖補助 在創新科技上多點投資 或許也有助於提升生育率 至於勞動力問題 專家則是建議 政府在做好配套措施下 歡迎移民移工進入 補足短缺 少子女化是高度開發 中國家的慢性疾病 各個治理者 需要及早多管齊下 對症下藥 國家的人口結構 才會健康穩定 看完全球小走話趨勢 下段節目 我們帶您來掌握 最火熱的社交媒體平台 以及兩位科技富豪的爭霸戰 回到全球聊天室 除非你正在刻意過著 某種苦行僧的生活 不然你不可能沒有智慧手機 然後你的手機上 也不可能沒有社群軟體 聊天軟體 LINE Facebook Instagram Facebook Messenger WhatsApp Twitter You name it 那最近有一個最強新人 橫空出世 他就是點數目公司 Meta旗下的Threats 被稱為 Twitter殺手的Threats 在7月6號上線之後呢 就立刻成為 有史以來成長速度最快的APP 幾乎有在用Instagram的人 也都下載了 因為Threats它可以 很簡單很輕鬆地 把你的IG帳號 還有追蹤者 無痛整組移到Threats的上面 那Threats它其實 不是講白雷就跟Twitter沒兩樣嗎 就是主打一串這樣子的文字串 以文字為主的分享 但看到這個突然竄起的APP 不禁讓人聯想到過去 那些宏極意識的社群平台 像是如今已經淪為 西洋產業的Clubhouse Threats會不會也後繼無力呢 還是它有辦法成功地 對用戶產生黏著性 像Facebook跟Instagram一樣 不但活下來還成為一方霸主呢 來看我們的報導 我們去到眼睛的眼睛 我們去告訴我們的故事 銷售我們的服務 然後獲得最好的投資 我告訴你 白雷 我從來沒有看到這個樣子 這個成長速度前所未見的 是族客國Meta旗下的最新平台Threats 雖然被人笑是抄襲推特 但Threats用一天的時間 就達到推特花了四年 才累積到的七千萬用戶數 任何推特可以做 Zuck可以做得更好 任何推特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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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Zuck可以做得更好 Zuck可以做得更好 Zuck贏得更好 Treats因為可以快速連結 既有的Instagram帳號 使用者可以無痛註冊 問世時間點也抓在推特 被馬斯克重整最慘淡的時期 方法搞定時機有了 Zuck贏和馬斯克還沒進鐵龍 戰役已經開打 And for whatever reason I feel like Twitter has not lived up to what I would have thought its full potential should be The thing with Twitter is it always struggled to monetize it didn't have the ad system it didn't have the optimization it didn't have the targeting that meta does Meta is making about four times the amount per user than Snapchat one of its clearest competitors so if it could apply that magic on to a similar product that looks like Twitter and acts like Twitter you know maybe you're looking at 20 billion dollars incremental revenue a year if it goes according to plan 儘管推特用戶遍及各處 11年來卻有9年都是營收虧損 相較之下 祖克伯的Meta 因為懂用數據下廣告 在賺錢能力上大贏推特 現在又創造一個推特復刻版 有機會把人潮變成前潮 即使祖克伯說 在Threats用戶達到10億人以前 沒有規劃平台的變現管道 但有專家猜測 祖克伯的目標本來 就不是吸引廣告商 Meta doesn't need more ad space what they need is more data and text data is better than video data and photos so if you go on threads in the future and you say hey I'm thinking of traveling to the Maldives you can imagine what ads you're instantly going to get those ads likely won't appear on threads they would appear on Instagram and so you may never see ads on threads but the data they're collecting is insanely valuable 有了你在Instagram的照片數據 也有你在Threads的文字資料 再加上你的臉書朋友圈 把所有平台連結在一起 這個社群網絡對你的了解 可能超越想像 目前Threads還沒在歐洲市場推行 因歐盟還在對資安風險做評估 根據隱私權政策 Threads能取得你手機周的聯絡人 搜尋記錄等敏感數據引發疑慮 但社群平台會收集用戶數據 已經是老生常談 更多人在觀察的是 它的熱度能維持多久 Clubhouse came was huge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literally the moment everyone went back outside they kind of disappeared 疫情時崛起的Clubhouse 也曾經刮起一陣旋風 但結封後平台沒有推出 更具吸引力的功能留住用戶 讓他被使用者打入冷宮 成為短命網紅 社群媒體要能推陳初心 設定合理的規則 讓用戶遵循才有望長壽 現在是一個城市區 人們可以去嘔吵聲聲 會變得更加困難 擁有資訊 我認為人們也希望 在推特上不會看到 也會成功 Threads登場的姿態 傲視社群平台 但他的資安風險 還有錯假訊息管控 都在考驗經營團隊 要如何攪拌這顆種子 讓他開成永生花 而不是彈花 其實看得出來 臉書創辦人Zuckerberg 他推出Threads完全就是衝著 推特而來的 而且在這之前其實 祖克伯才和買下了Twitter的 馬斯克講好了 他們要搞一場鐵龍格鬥 一個cage match 那這下精彩了 祖克伯他找來的是 明星教練團 然後還在一張跟兩位 終極格鬥冠軍賽 UFC冠軍的合照當中 展現了他一身健美的肌肉 你看 那個核心 那個腹肌真是不得了 疫情期間 祖克伯他愛上了巴西柔術 接受一名柔道黑帶選手的訓練 長達一年半 然後還在今年五月份 你可能有看到新聞 在加州巴西柔術錦標賽上 他拿下了金牌跟銀牌 祖克伯是真的很強 那另外一邊的馬斯克 也沒有在怕 他超認真備戰 他在UFC傳奇人物 刺中量級之神 Jacques & Pierre 貼出的合照當中 你看到馬斯克那邊 身形比較寬廣那一位 正在跟三個高手一起訓練 那一位被稱為 改變世界的科技狂人 還有哪些成就 還有哪些爭議 在他們的比賽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細數一下 天才的光芒藏也藏不住 一個在南非暴力家庭長大的孩子 青年時期輾轉來到美國 勇場戲谷 用他自己寫的城市 和創立的公司 賺進人生第一桶金 他是現在無人不知曉的科技狂人 馬斯克 人們在網上 人們在網絡上 都稱他為他一個 全球偶像 他在看他 是一個 玩笑的版本 人們 智商超過150的馬斯克 雖然在受訪時 常常結巴此不達意 但這是因為 他說話的速度 跟不上思考的速度 甚至在別人發現 他們需要某個東西前 馬斯克早已看到這項需求 例如輕鬆線上轉帳的 PayPal前身 還有環保潔能的電動車 和特斯拉都是他動足極限的證明 現在他除了是特斯拉和SpaceX的執行長 還多了Twitter的主席和科技長身份 時下最夯的人工智慧公司OpenAI 和在人類大腦植入晶片的Neuralink 馬斯克都是共同創辦人 身兼多職 如果不想分身乏術 就只能成為時間管理大師 馬斯克一年365天 只休息兩天 他的工作狂性格 員工都有目共睹 他有一個想法 他會繼續抵抗 他會給我們 我們要努力的時間線 我們也要努力 不是健康永續的工作狀態 馬斯克在員工間 也以他的盛怒開除封聞名 有錢員工爆料 自己在三天之內換了三個主管 因為馬斯克在憤怒之下 把他們通通開除了 很多員工在打卡上班時 都做好心理準備 這可能是他們 踏進公司的最後一天 即便能成為馬斯克員工的人 各個都是頂尖人才 但卻每天像在走鋼索 擔心飯碗隨時不保 馬斯克說過 他創造新科技的起源 在於他重視人性的永續傳承 但諷刺的是 人性在他的管理上 完全彰顯不出來 對於疫後在家工作 或是混合工作模式的風潮 馬斯克也不以為意 揚言不進辦公室工作 沒有道義 不信任員工在家 也能好好工作 馬斯克的圍觀是管理 讓商管專家 替他泥把冷汗 但對我來說是 他在解決什麼問題 他在擔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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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希望他們可以做 但他在擔心什麼 他在擔心什麼 他可能會失去人 老闆再做員工再看 如果老闆不得人心 失去了肯為他努力的員工 把人當免洗塊 不停替換 商業生育 必會受損 你如果想成功 你會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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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擔心 你會滾 你會把工資的錢 你會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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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有少許多錢 你會把錢 發展出 那就是這樣 剛接掌推特 馬斯克就套用 他在特斯拉的管理模式 無預警解固 一上任 就大刀闊斧 砍了將近九成員工 壞老闆作風 也讓一些沒被砍的 推特人 弟辭成 不願為馬斯克效力 不只員工不滿 就連相信特斯拉的投資人 也對馬斯克頗有為嚴 他在特斯拉的時間 他在特斯拉的時間 都在特斯拉的心中 都在特斯拉的投資人 因為他們真的覺得 他在這裏沒有 給了公司的 所需的 現在馬斯克找來廣告女王 雅克里諾 擔任推特執行長 想並能分擔馬斯克 不少工作量 然而喜歡總攬大權 又是常不按牌理出牌的馬斯克 未來可能又有新的外物分心 讓特斯拉的股東傷透腦筋 但能肯定的是 這位世代難得一見的科技界傳奇 如何運用他聰穎的腦袋 和任性的壞脾氣 但令人類突破宇宙極限 看見奇蹟 非常感謝您收看 今天的全球到天視 每個禮拜 我們都會幫您蒐集 來自全球的焦點話題 我是GINO王顯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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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 哪有些良心 員 Beginning